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查思 弗里曼对中美关系的深刻见解 他不仅回顾了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 还对当前的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提出了挑战性的看法 弗里曼认为 当前的敌对状态源于美国的错误外交策略 并警告美国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期间可能会面临的危险 此外 他还对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议 强调外交对话的重要性 弗里曼的观点挑战了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传统理解 让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可能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复杂局面 重点解析最新的南华早报 Plus访谈中查尔斯 查斯弗里曼的独到见解 弗里曼曾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担任翻译 并在美国外交服务 国务院和国防部任职 甚至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担任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他的背景使得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未来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弗里曼首先回顾了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面 他认为尼克松是一个狡猾且善于操纵的政治家 但他对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使他得以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相比之下 近年来的美国总统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缺乏同情心 不能理解全球秩序的变化 并且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迅速衰退视而不见 在评述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时 弗里曼对毛泽东的强大力量和精神信念表示钦佩 尽管毛的统治方式备受争议 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力不可否认 周恩来被弗里曼形容为一位优雅且现实的外交家 以其智慧和谦逊成为中国文明的典范 对于邓小平 弗里曼称其为现代中国的真正创造者 邓的现代化政策使中国重新走向富强 而当前的领导人习近平则是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基础上应对当下的挑战 弗里曼进一步指出 中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健康竞争转变为敌对的非常不健康的竞争 他认为竞争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竞争 敌意和对抗性敌对 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对抗性敌对的中间阶段 这种竞争更多依赖于通过阻碍对方的进步而非自我提升 弗里曼强调 世界并不能简单地分为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两大阵营 因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对美国的威胁感知 和对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则的世界秩序的承诺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 弗里曼持批评态度 他认为美国在中美关系恶化中负有责任 特别是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战并削弱了世界贸易组织 而中国则继续与其他国家保持市场开放的谈判 弗里曼认为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对中国出口及技术进步的制裁 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在台湾问题上 弗里曼主张美国应减少对台军售 以促使台北与北京进行谈判 他认为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内战 韩战和冷战的遗留问题 美国应当让两岸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分歧 而不是一味地加强台湾的抵抗力 他警告 如果美国继续干涉 可能会引发悲剧性的后果 展望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弗里曼表示 选举期间的过渡期可能是最危险的时期 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 可能会在美国陷入混乱时挑战其权威 因此美中两国应避免在这一时期发生冲突 以免引发更大的危机 弗里曼还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认为中国应保持冷静 避免过于强势 以免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 通过外交对话解决 国际争端是必要的 他特别提出了解决与东南亚国家争端的建议 最后 弗里曼谈到了自己在推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 并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表示乐观 他认为 尽管目前中美关系紧张 但通过战略视野和熟练的外交手段 两国可以实现基于平等和互利的关系 他强调 这样的关系对两国都有利 且有助于避免可能的跨太平洋战争 弗里曼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思的契机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动不拘的背景下 中美两国的关系不仅影响着两国自身的未来 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弗里曼强调的沟通与对话 不仅是两国领导人需要重视的关键议题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待 如何在竞争与对抗中找到合作与共赢的道路 是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感谢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探索 敬请期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查斯·弗里曼的观点无疑是具有深远洞见的 他指出了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特别是近年来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 让我提醒大家 尼克松访华时 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多么冰封 而一位政治老狐狸却带来了戏剧性的转变 弗里曼认为 现任美国总统们缺乏同情心和全球视野 这确实是每一个政治喜剧的最高潮 你知道吗 这就像让一个只会玩扫雷的人去玩文明六 楚天书 你这比喻实在是妙极了 但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了 弗里曼的批评声音听起来像是某众老派愤青的抱怨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并非毫无根据 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的行为的确引发了担忧 我们不是在说一个简单的互利共赢 而是像权力游戏里的那种政治角力 谁说竞争就一定是坏事呢 再说了 毛泽东的力量和能量 你是说大跃进时期的这种能量吗 齐齐 你讲到知识产权问题 这确实是个热点 不过 弗里曼的重点在于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全球经济 就像你在权力游戏里看到的 一个家族的独断专行最终引发的是连锁反应 至于毛泽东的能量 我想弗里曼指的是他的历史影响力 和改变中国命运的能力 而不是具体政策失误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用毛泽东去衡量现代政治人物 他至少有一点 那就是无所畏惧 哦 无所畏惧 也许更恰当的形容词是大胆妄卫吧 历史影响力 那可不一定都是正面的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虽然有争议 但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能量 以保护国内利益为主 你看 弗里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就像一个老派指导老师 总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但从不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政治不是一个如果的世界 而是一个现在的世界 所以台湾问题上 美国的介入也是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一种策略 并不是单纯的干涉 齐齐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这种大胆妄卫 有时也能带来惊人的变革 弗里曼所提的 美国应该让台湾和北京自己解决分歧 是一种长远的政治智慧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 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知道吗 过多的干预只会让局势更加紧张 弗里曼的建议是基于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 而不是简单的指导 呵呵 楚天书 你这样说 好像每一位跨国政治家都应该拿一本三国演义 当作案投必读 弗里曼的建议可能在理论上听起来很美好 但实际操作上却困难重重 国际政治中 谁不愿意当刘备呢 但现实是 更多人愿意当曹操 因为这样更能有效掌控局面 而且 就像弗里曼自己所说的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的过渡期是最危险的时期 这就像一场没有结局的马拉松 谁都想在最后一刻超越对手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